Dyson V11 頂級版 這部V10是去年聖誕節 買給自己的聖誕禮物 只用了幾個月 對 剛剛Dyson發佈出V11 究竟有沒有需要換機 是否真的強了很多 今天和兩部機比拼一下 一來我們幫Dyson V11 Exolute頂級版 先做個開箱 盒子感覺上比以前更大 組件應該多了還是怎樣 先看看 那邊拿東西邊說 其實Dyson 已有一個方案 平均來說每年都會出一部新機 所以大家出機時計算時間 每年3、4月就是出機的日子 大家記住不要像我那麼傻 由主機到配件 感覺和V10的Exolute真的相似 大家看新的Dyson V11 和V10真的很相似 不信我們拼一拼 首先設計那邊 由馬達、集塵箱 到管道成的直線設計 都一樣的 大家是 令你吸力好些 相同的是 還有集塵箱的容量 大家都是0.54L 還有它們的引擎 都是第10代的數碼馬馬達 先說一些不同的 新的V11 由電池到馬達到刷頭 都有些監測在裡面 每秒鐘做了8000次的監測 這8000次的監測 是控制電源和吸力最強的配置 據稱的省電之餘 還可以吸力強的20% 怎樣很重要 還有新的LCD Display 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件事 你可以清楚看到 你自己用什麼模式 甚至用的時間 另一件事 就是假設這部機 有些不妥當的話 它簡直是告訴你 有什麼事 在開箱的過程裡面 我還發現一件 全新的透明配件 做什麼呢 它就可以扣在管裡 然後我們把配件 再刮進去 可以更新 用上來的時候 就會方便很多 不過只限於一般的插件 如果是帶電的配件 由於插頭位會大一點 這樣就扣不到上去 接著我們要再玩 智能插頭的省電功能 用舊款的插頭 吸地毯 一般人都會用強的吸力 不過去分硬地板的時候 很多時候大家都忘記了轉模式 就會造成浪費 對了 新的V11加智能插頭 就是在地毯時 它會高級力 它的硬地面會慢一點 這樣省電一點就會做到 從聲音到明顯聽到分別 針對全新的智能插頭 和獨家的Auto mode 當然要實地測試 對,這麼巧 來遇到一個很複雜的家居環境 其實玩到Auto mode有一個好處 一般人吸地 可能一個吸力一吸到尾 但面對地毯或硬地 是不會轉的 現在它自己想轉的話 實在方便了不少 不過 反過來想 如果你的家裡 全部都是硬地板 或全地毯 這樣就影響不大了 好 大家的測試就是地毯測試 我預備了30克的餅乾碎 加上Baking Soda 會放在地毯中 拍實它 然後吸塵機 就用中段的吸力 吸一吸 看看吸出來 是不是30克 用V10也好 用V11也好 只需要來回清潔兩三次 基本完全乾淨了 在兩部機的集塵箱裡 我都分別找到24克的垃圾 得出來的結果 大家兩部機都是一樣的 可能大家會問 那6克在哪裏 有可能有少微量 在底部 是有機會的 但另一方面 在吸塵的時候 也有機會 是我跌開了 或是塞在後管裡 黏住了 其實都需要很乾淨 第二樣測試 是硬地測試 我決定加大難度 找些很重的砂石 還要塞在那裏 看看它們吸不乾淨 兩部機都只會有來回吸一次的機會 看看結果是怎樣 結果出來了 在地板的垃圾位 兩部機都沒有沙粒留下 不過留意位是 V10微量的沙粒彈了去板邊 所以整體來說 V11也好一點 是很少的 地氈和硬地測試 都好像分不到高效 我知道大家跳起都不順 不要緊 我預備了一個特別的儀器 和大家試真 我DIY了一個吸力計 只需要直插機身上 就可以量度兩部機的吸力 得出來的結果 差不多兩部機是一樣的 根據兩部機的毒素 兩部機的吸力是差無幾 不過留意一點 V10可能會有少少懷疑失管的情況 所以它有風直和低吸力 風直和低吸力 不停跳下跳下跳下 但V11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是長期 Constant是一個吸力 很強的吸力 最後結定時間 究竟V10是否值得買 但吸力和V10很接近 不過有多了什麼 就是智能模式 自己價錢方面 其實版本是5980 V10變成一個舊版本機 迫著就要降價了 不過只有一個版本 Fuffy 就是3980 感覺上都非常划算 最後我想和大家 分享一個用Dyson吸塵機的小秘技 想問電腦長命一點 我問Dyson工程師 告訴我 如果電腦沒有電線差的話 電腦的損耗是非常大的 那應該怎樣做呢 有空用一下 用一下之後 沒有什麼電了 或者少少電沒有了 就立刻幫它充電 這樣夠電才會長命 拿一把手來出氣是沒有問題的 不接受我是一個沒有誠信的人 我們告訴你 OK就可以了 我想你搞錯 我想你真是 你不要混亂 你不懂 蘋果棟新聞 堅持追蹤真相 一起守護公義